就像你说的有很多快乐 但实际上你看武打戏 战争戏有这种枪战的 其实挺危险的 你家里人会担心吗 担心 不是那时候你成家了吗 成家 已经成家了 我们来说说第三章 找到幸福 你的妻子名字叫李之音 对啊 找到之音 对 这个名字很传统 非常中国 而且我知道你们俩相识的过程 也非常传统很中国 对 是别人介绍认识的 别人介绍认识的 而且当时曹操见面 就向他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 你最怕什么 第二 你小时候干过的 最丢人的事是什么 第三 你干过最残忍的事是什么 为什么会问他三个问题呢 因为我觉得 从这三个问题 你能更深刻地了解到 一个人的心 愿不愿意 让你了解他 了解他 对 当时他回答你了吗 回答了 三个问题都回答了 都回答了 所以我从他的回答 我能看出什么 就说是不是最怕的 或者不是最坏的 但是他是认真的回答了 所以他不是一个 怕让别人看到他的心的人 内心世界里 而且他就重视这个过程 他重视让对方了解他 那你能告诉我 你小的时候最丢脸的 干过的 采访之后吧 悄悄地说是吧 对 那你最怕什么呢 这个也是采访之后说吧 都不可告人的 你干过的最残忍的事是什么 这更不能说了 我想曹操作为一个外国的爱人 知心爱人 他应该是个很浪漫的人吧 是这样 我们都十年了 老夫老妻了 老夫老妻了 对吧 所以你说 就跟刚开始的那种 我爱你 我天天 每一分钟都爱你 对吧 不可能 因为内话属是过时了 他再跟他说吧 他反而觉得假了 你知道吗 但是一丁点 没有浪漫也不行 对吧 那样的话也就是 生活太平淡了 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月有一天补补爱 补补爱 平常日子就是平常日子 但是每个月有一天专门就是为了浪漫 就是为了爱 就是我们出去整天去一个好公园 然后什么上船啊 来来去啊 然后晚上去一个特别 我来自个儿做点饭 去一个特别好特别贵的饭馆 是 然后享受一下 拿玫瑰花啊 喝喝好红酒啊 然后拉着手 说哎呦 我真爱你啊 这个 对吧 对吧 说得特别好 我觉得真的真的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 不是应该我倒觉得很多的 照你这个年龄的中国的这些个小伙伴们 和这个甚至有七年之痒的这种迹象的人都应该补补 都应该学一些的 补补爱 对 你们俩现在有一个可爱的宝贝 据说这个小名特别好玩 小名应该有什么特点 歪名好痒 我的女儿的小名够难听的 她叫串串 对谁起的呀 你起的串串 因为她就是一串对吧 好 当时你爱人生孩子的时候 据说你们还没有在第一时间看到这宝贝 我女儿生的时候给我们吓死了 丢了 因为没经验对吧 第一个孩子 而且紧张死了 那天紧张得要命 我一紧张 我就得 怎么说 去厕所 对吧 我那天 早上 八次 因为她是做 偶腐产 偶腐产 然后我在旁边说 她大概多长时间就能出来 医生说 大概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 我说好好好 然后出去 就男人免进了 关门了 那时候我在 我妈在 她父母也在 我们都在 然后就说那门 蹦 我们就看那门 等着 然后想着说 那个医生说反正 一个半大两小时 反正咱们咱们别傻吧 咱们还是回去吧 回到冰房那边 过了大概不到一个小时 说算了吧 咱们下去 下去盯着门 然后再过大概45分钟 医生出来 说那个 那个 李基因的家庭呢 在这 在这呢 然后医生说 她大概 那个 在五分钟就回来 再出来啊 然后说 那孩子 孩子怎么样啊 叫孩子 医生说 她孩子早出来了 啊 啊 啊